三十號早上五點天色彩剛亮 獵人學校的成員手牽著手 用歌聲迎接即將升起的太陽 其實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主要最重要就是為土地唱歌 那早唱一直以來 都是我們獵人學校的一個傳統 我們最希望去傳達的就是 一早起來用唱歌把我們叫醒 然後在這個叫醒的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很清楚的準備自己 然後開始一整天的事情 主人們用傳統的歌聲迎接太陽 還燃起了狼煙以及小米梗 傳達對這塊土地的情感 燃燒小米梗其實在我們部落裡面 它一直都是一個昭告天神 然後藉由煙傳達到我們的天神的一個儀式 所以它將我們的聲音透過煙傳達到天氣的時候 其實就代表我們的聲音被聽見這樣 儀式過程簡單隆重 從二十九號開始的為土地唱歌 為尊嚴而跑公益活動 聚集了來自台灣各地的部落青年 除了音樂祭相關活動 還有原住民青年領袖會議 青年之夜八大主題工作坊 路跑等主軸項目 希望以不一樣的方式傳達理念 讓更多人認識8月1號台灣原住民紀念日 讓台灣族群間能重新建立關係 相互坦誠包容尊重 記者文章章 台東市財寶寶寶 一方便是ülest President